主席 九二億將近十四億 這個佔中國望當年 這個盈利獲利的十幾個百分點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報導 這個部分的話我是沒有看到這簡報資料 這個 達到 十一點三趴 這個是媒體報導 而且是英國的經濟學人 旺旺在台灣有發行TDR嗎 有 如果他的獲利來源 是由中國政府補貼 這不是常態吧 中國政府的補貼不可能是永續 當他達到他的政策工具完成之後 就不會繼續補貼了吧 如果以民主政治經濟的常態是不是這樣 這整個事情可能想請我們再來了解一下 這個對TDR 我要保護那個投資人 先不能接受這十幾億台幣的補貼 回來台灣在搞什麼 回來台灣搞媒體 然後在那邊打壓言論自由 那一部分先不管 這個對TDR會有影響 這個報導出來之後 發現他的獲利有十幾個百分點 是透過中國政府的補貼 那這補貼將來又不存在之後 是不是會有巨大的影響 這個好好查一查了解一下 下次再見到你的時候希望你 針對這些方面給我們一個答覆 再來我今天要跟你說一個 你曾經我看這個媒體的報導我看了很害怕 當然這個媒體報導是不是 452今天請請你澄清 所以你們現在金管會 表示保單不提供權額保障 這個講法應該是錯的吧 保單如果發生問題 保險公司發生問題的時候 沒有由政府權額賠付 才是你們想表達的意思嘛 應該是這樣子 對啦那你如果真的要講保單 你不提供權額保障 那現在又有保單人 不是每個都瘋了嗎 因為我買保單的時候 當然是希望你是要照保險契約旅行啊 結果你跟我講說保單不完全 不提供權額保障 不是這個意思啦 他當然是指的是這個 如果保險公司這個財務出問題以後 政府接管以後的這種 因為保險法的規定就是說 可以做一些保費的調整啦 不過這個文字如果會造成誤解 我想我們會教 要求相關通常來做一些更正的澄清 OK 這是第一層的意義啊 第二層你裡面提的比較細喔 說你們要評鑑 把這個保險公司提的這個財務狀況啊 還有他的賠付的能力啊 啊等等喔 你們要做一個 做一個評鑑 不會不會我們 行政部門不適宜來做評鑑 對啊 你說為了讓保護選擇財務健全的公司機保單 除了RBC之外 還規劃透過第三方公正機構 機構對保險公司設立綜合指標 而給予平等喔 我跟你講你這個平等一出來喔 台灣的保險市場就垮了啦 我如果保某A公司 我不要講哪一個公司啊 阿你保某B公司 他保某C公司 就評鑑出來 只有A公司及格 B公司中等 C公司不及格 哇那還得了喔 C公司的保護馬上要求解約喔 換到A公司去啊 一定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如果你做了這個評鑑 你相信會有那樣的後果 什麼引發恐慌啊 這等於是 跟人家講說哪一家銀行快慘了 你趕快去擠兌吧 這個要 確實要這個 很審慎規劃啦 那他當然 也有可以很多面向處理啦 我想一樣 非常感謝你的意見 我們這些 我們都會審慎來評估 我看的是很害怕 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這個評鑑真的錯了 而且真的公布了 當然啦 我相信你是為了客觀的標準去評鑑 但是這個評鑑出了結果 那個後果喔 你要先預料 你要先推想喔 當然現在保險公司 狀況好的 跟狀況中等跟狀況差的 稱之不齊嘛 這是一定的 但是如果你做了這個 綜合指標給予平等 那 平等結果之後 你如果是對未來的保險商品平等 還是影響它到未來市場上的交易 如果你對過去已經生效的保單平等 對保險公司的能力平等 我這個引發後續的效應會非常的大 那個大到你可能是我們台灣的整個保險市場沒有辦法呈現 這要很審慎啦 這個要規劃的就很細緻啦 這個我們會來注意 那你這個 這個也是五月二號金文會公布的時候 資本市主力從現行三級 改分五級 這個不是這個這個報道應該是最近的呢 是 齁 所以我是希望 要審慎考慮齁 最後就是談到當沖 你們當沖那個保險金 那個保證金的金額真的是 我認為是太低啦 那個 那個不是我們要 我們現在定案的東西 那不是 那是業界他們自己請 要不是說證券商也反對這樣的做法 因為你想想看我們台灣的那個Range喔 從漲停到跌停其實是14個百分點 因為現在是設計7%嘛 那你做當沖喔 它裡面的危機 有可能5%有可能6%有可能7% 找上去市場的時候會感覺不錯 現在是 平盤上面一點點說我搞不好 看這樣聽起來消息不錯 我搞不好買得到的尾盤當沖 我搞不好可以賺兩三個百分點 用這樣的心情進去 結果哪知道 盤中國際發生的什麼樣子重大的消息 就啪 一一一一率跌停 台灣出現過這樣的狀況啊 那這樣的高地差有可能8%9% 你一億的東西喔 8%9%是八九百萬的利潤差距啊 你如果只有保證金假如只有100萬喔 很可能我就違約啦 這違約交易的狀況 那個道德風險會增高會跑出來啊 是 所以我們這個會很審慎 所以對阿所以你那個 如果你要讓他做當沖的時候 我建議那個保證金是要夠的 因為你是當日當沖嘛 你做當日當沖你那個保證金是要夠的啦 是 你有辦法在證券公司裡面提供一千萬的 一千萬兩千萬的這個保證金的時候 你要去當沖一億你要去當沖啊 不然的話這個萬一 可以同一個時間發生同一個事情嘛 那如果很多大量的當沖 不是只有那個交易人有問題耶 最後連證券商都受不了喔 證券商都有可能倒閉喔 這一點這一點要 這文匯審聖 我要提醒你喔 這一點一定要注意喔 那不然的話會發生很多的很嚴重的問題 最後我要請教你一個喔 你們有設計 其實過去你們有設計的一些商品啊 那這些商品到現在的交易量真的都已經非常低了 譬如說三十天期票的 三十三十天期的商業本票的利率期貨 這兩三年來幾乎都沒有交易啊 這也是你們公布的 那好像取消了 是取消了嗎 那為什麼你們的報表上現在還有 一百零一年 規劃那個交易額太少了 我們都會 一百零一年你們的 年交易量口還有十四口啊 這是你們公布的啊 喔還有 還有 還有還沒取消嗎 只是我是在問為什麼交易量這麼低嘛 因為那個應該 他利率部分他有其他的商品啊 主要的商品 其實現在連公債那個利率的商品 交易量都不是很低 對啊我後面就是要問啊 十年期公債期貨 這三年總共才交易一口 對 因為第一個喔 市場現貨市場他的交易量非常少 現在其實都是互買回 互買回這種融資性質的 對那我回過頭來 你們當年設計這個商品 當年這個制度設計這個商品的時候 他一定是有他的規劃 的確一開始 第一年交易量蠻大的 年交易量 民國九十三年 二十萬九千多口 將近二十一萬口 那還有存在的價值 每天的交易量還將近一千四百口 怎麼時代一直走 往前走 走到民國九十九年之後 就幾乎變成零 現在這個 因為一個利率是低了 另外一個利率長期在這個波動率很小 所以這種地方 這個時候 期貨的避險作用就不存在 所以就沒有利潤 沒有避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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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拉平了以後 這個期貨本身就沒有波動 大家不願意買 那像公債期貨 本來他的波動性就不高的啊 公債是利率是 全這些相對都是穩定啊 沒有沒有沒有 公債如果說你那個 殖利率有稍微動一下 因為他長期的那個利 那個價格就會變動很大 債券的變動率是很好 那所以你的意思說 台灣這十年來 這幾年來的公債 公債期貨利率幾乎都沒有變動 所以交易自然就停了 沒有沒有沒有 最主要是因為他現貨市場 其實交易很少 我剛才講他主要都是這個 互買回的 互買回其實都是融資性的 那現在公債市場呢 因為公不應求啊 只要你一發現到 其他的這些金融機構 就把它收起來 保險就把它收起來 郵政儲金就把它收起來了 這會不會是另外一種角度 就是說你保險公司 可以給人家提供的 投資的管道太少 那不是這個問題 而是說他沒有流通 因為就是大家 需求太高了 所以每次政府一發出去 就收掉了 你現在一年才能夠 發兩三千億的公債 一年保險收起來的資金 那你有沒有了解 為什麼需求這麼高 因為我們資金 資金浮爛 所以其實我們不需要 再引進外國資金 因為我們資金本來 就非常充裕 我想吳委員應該很充補 那為什麼政府一直 一定要講說我們要引進 中國的資金來台灣做一些 我們一年保險要 增進增加一千三百 一兆三千多億 我知道啊 我說其實 你現在這個講法我接受 可是問題是跟前面政府的講法 其他單位的講法是矛盾 交通部一再要求要開放 這個陸資來台灣參加公共 公共營造的投資 理由不是說 因為台灣的資本不夠 才需要開放嗎 台灣資本如果帶過福樂 還需要開放嗎 還需要引資嗎 是我們自己本身可以 供給良好投資的機會不多啦 所以導致油資氾濫 好啦那你這個檢討一下吧 你如果說 該 該停止就停止 不然掛在那邊很難看 謝謝 看那個報表是很難看的 謝謝 好 謝謝你 謝謝 好 謝謝吳委員的質詢 我們休息五分鐘